就在几天前 老金还是一家公司的老总 可由于经营不善 公司破产从而债台高筑 善良的妻子不想给他增加负担 也离他而去 对生活和人生彻底绝望不大 然而老金再次苏醒后 却发现自己漂流到了离城市不远的江西小岛上 从岛上可以看到首尔的标志性建筑 六十三大厦以及国民议会大厦 然而他却在荒芜人烟之地一世独立 渠谷 渠谷 温 scene 渠谷 渴谷 温刷 温某 温他是 hilft 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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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那种 不不不不 别跑 别跑 老金满心沮丧 于是他想方设法想要逃离小岛 可不会游泳的他 试了多次都没能离开小岛 对生活早已不报希望的他 决定原地立分 可懦弱的他始终提不起 勇气 偶然间他尝到了小岛上的 熟尾草花 甜甜的味道 仿佛也让苦涩的生活 泛滥了一点甜意 달콤합니다 喝着天然的河水 这种状态让他瞬间产生了一个奇异的想法 与其死去 为何不在这荒芜人烟的小岛上 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于是他暂时放弃了原地立分 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 与此同时 小岛对面的一座居民楼里 一个神秘的女孩正坐在电脑前 她脸色苍白 穿着肮脏的T恤和球鞋 房间里垃圾成衫 她是一位有自闭症倾向的资深宅女 名叫金正妍 她已经三年没有出过自己的房间 只用手机短信和父母交流 没有安全感的她 晚上睡觉也是在铺着塑料泡泡纸的衣柜里 她把自己当成易碎品 她每天的事情 就是在网络上用别人的照片 扮演各种角色 发布一些虚假的生活体验 然后等着看网友的评论 女孩虽然宅 但她却很自律 每天早上八点准时起床 吃一罐罐头 然后原地踏步三千次 随后打开电脑 给键盘消毒 就这样开始自己一天的日常 另外她还有一个特别的癖好 就是用装有长焦镜头的照相机拍摄月亮 三年来她几乎从未在白天拉开过窗帘 只有两次例外 那就是首尔每年春秋两季的防空演习 举行防空演习期间 整座城市二十分钟内都会变得安静而静止 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都会驻足等待 她一如既往地戴着头盔开始拍照 却误打误撞地看见了小岛上正准备利坟的老金 她吓坏了 这一夜她第一次失眠 但她却对这个利坟的男人产生了莫名的好奇感 好奇心驱使她再次拿起照相机 却意外发现男人并没有死 于是她开始每天观察和记录她的生活 而此时的老金也慢慢习惯了岛上的日子 她捡食各种各样的垃圾充当日用体 甚至找到了一艘小鸭船充当栖身的别墅 从最初的笨手笨脚 到后来她可以顺利地捕捉到鱼和鸟 以及偷到鸟蛋 好 这个惊喜好 惊喜好 本以为他会就这么平淡地在小岛上活下去 可直到有一天 他捡到了一个炸酱面面的包装袋 合作 看着秀色可餐的图案 他特别后悔自己没吃过炸酱面 就连做梦也都是炸酱面的香味 来到小岛这么久 他第一次产生了别样的欲望 但现在根本无法平线有条件做出面条 他只能继续吃着他已经吃咽的鱼 直到这一天 看着别墅上面堆积的鸟屎 他灵光一闪 觉得鸟屎里可能含有植物的种子 于是开辟了一块田地 把鸟屎种了下去 他还做了一个罐头稻草人 每天跟他说话 他仿佛又有了盼头 于是在沙滩上写上了哈喽的单词 与此同时 观察了老金两个月后 郑妍终于下定决心 回应这个孤独的男人信息 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全副武装地进入了 对他来说危机四伏的街道 游 Antwort 清 Spe总 听听听听听听 演句 但 Voy 把装着信息的纸条塞进酒瓶里 从汉江大桥向着小岛奋力地扔了过去 这一刻他们便开始了漂流瓶对话 然而正言却始终没有收到老金的回应 由于新鲜鱼 跟着林鲜鱼 肚子和鸡鱼 而是用鲜鱼 净鲜鱼 鲜鱼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月 捡垃圾的老金终于发现了漂流瓶 字条上的哈喽也让他瞬间明白 有人在远处一直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于是他在沙滩上给出了回忆 此后他们就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 成了奇异的朋友 我只知道了 很興奮 但是 如果你是否知道 那些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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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子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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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鸟을 만들 수가 있잖아 哈哈哈 옥수수다 哈哈哈 哈哈哈 看到他 那麼想吃炸醬麵 他打電話 幫他叫了外賣 啊 네 안녕하세요 요 앞에 한강이에요 快递小哥 萬萬沒想到 這一單外賣 竟然是在 鸟不拉屎的荒島上 짜장면 짜장면 看到野人一樣的老金 小哥早已下軟了腿 여기는 짜장면 간짜장 배달 어디든 가는 게 원칙이긴 한데 식사 많이 하시고요 저기요 但意想不到的是 老金却要求小哥 將外賣送回去 因為他要親自 做出炸醬麵出來 炸醬麵 就是他現在的希望 外賣小哥邊走邊抱怨 他覺得今天一定是倒霉透了 遇見兩個都不像正常人的人 正言也為自己的 雖然 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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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妍也为自己的做法感到抱歉 经过这一次 她知道了老金的想法和盼望 这晚她很开心地吃了炸酱面 并三年里第一次对母亲讲话 希望得到一些玉米种子 她想和老金一样种出自己的玉米 母亲对于女儿的要求倍感惊讶 但随即又喜极而泣 三年来女儿终于和自己讲话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男人种的玉米终于成熟了 而女孩也在默默地观察着她的劳动成果 她轻轻地掰下玉米 胜利的果实铺满了整个地面 她静静地一点点捣碎玉米 加入汗浆水 轻轻地合成面团 在她的细心操作下 一根根玉米面条被下进了锅内 她挖出珍藏数个月的炸酱料包 含着泪花 小心翼翼地做出了一碗精致的炸酱面 一口面吃下去 她不禁泪流满面 这不仅仅是一碗炸酱面 也是她对生活对自己的希望 与此同时 郑妍也将这一刻用相片记录了下来 她同样为老金一起高兴 这也是他们几个月来 共同见证的希望 第二天郑妍一如既往地看向男人 可她却发现沙滩上被老金写下你是谁 她在和郑妍打招呼 她想知道一直和自己聊天的人是谁 郑妍从网上下载了一张其他女人的照片 并打印了出来 趁着夜色 郑妍准备将漂流瓶扔出去 但这时她反悔了 她不想欺骗老金 与此同时 荒岛上的老金正像眉头苍蝇一样到处寻找着瓶子 可她翻遍了整个小岛却一无所获 她在沙滩上写下为什么 但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郑妍正在默默地看着她 自闭症的她却不敢给予老金任何回应 就在老金暗自思念的时候 天空突然落下了痘大般的雨滴 放眼望去 一场暴风雨即将来袭 夜里狂风大作 害怕雷声的正言 更是躲在柜子里瑟瑟发抖 而老金的遭遇更是惨烈 暴风雨袭击了她的住所 她所有的一切都毁于一旦 她奋力地抓着她唯一的小压房 但大自然的狂暴 是一个人的肉体无法抵挡的 看着唯一的寄托离自己远去 老金绝望了 第二天醒来 正言焦急地向着小岛望去 她急迫地想知道老金是否安然无恙 此时的小岛已经被暴风雨摧残的体无完复 老金呆呆地坐在地上 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的玉米 她眼神里又一次失去了希望的光亮 她又一次想到了原地利粉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两名上岛巡视的巡逻员发现了她 看着野人一样的老金 两名巡视员也惊呆了 老金撒腿就跑 他不想回归喧闹的城市 他不想离开这里 正言也在镜头里将一切都看在眼里 他整颗心都在为老金揪着 随着越来越多的巡视员的到来 老金最终被暗倒在地 他们蛮不讲理地摧毁了她所有的物品 压着她向着皮艇走去 似乎冥冥之中有心灵感应一样 老金向着正言的方向望去 这一眼是绝望 老金已经没有了对活着的希望 被送回城市的她一定会再次利粉 是老金让她明白的希望是什么 正言不忍她就这么放弃 这一次 正言终于下定决心 在没有任何防护下 她打开了房门 不顾路人一样的眼光 一头扎进了灿烂的秋阳里 带着希望向着老金奔去 此时的老金已经被扔在了大街上 这些人不顾她的死活转身就走 犹豫片刻 面无表情的老金 坐上了去往国民会议大厦的公交车 那是市中心最高的大厦 而她则是想在这里利粉 正言一路狂奔 尽管浑身湿透 但她依旧不敢停留 她害怕自己也许会和老金擦肩而过 可尽管她如何努力奔跑 却依旧没能赶上老金的那辆车 像是命运的捉弄一样 正言放声大哭 老金的希望没有了 而她自己的希望也没有了 老金的生活 上帝关上一扇门 必定会打开一扇窗 一年两次的防空演习 也恰巧在此时举行 所有的行人与车辆纷纷停了下来 仿佛是天意一样 命运在戏弄着人们 也在眷顾着人们 郑妍终于登上了老金的那辆公交车 车上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郑妍 郑妍也在人群中 看到了那个给予他希望的男人 他缓缓向他走去 四目相对 所有的千言万语只会成了一句话 短短二十分钟的防空演习 把两个毫不相干 却在某种程度上命运相似的人 联系在了一起 他被称作是已婚版的黑寡妇 只见他从百米高的摩天大楼上一跃而下 如同一只轻盈的猫咪 此时还没意识到危险的男人正在吞云吐 结果下一秒 随后小爱大摇大摆地闯进别墅 等房中的男主人有所察觉时 冰冷的枪口已经抵住了他的脑袋 男人假意听从他的指挥 可当他打开保险柜时 拿到东西后先踢倒衬衫男 连开两枪击中他的腿部 接着又是一个漂亮的回旋摔 解决了前置他的小喽啰 小爱火力全开 一枪一个敌人 打开 赶快 衬衫男终究没能躲过他的猛烈追击 被小爱狠狠按在水里 不一会儿就成了泳池中的一具浮尸 别看小爱打起架来令人毛骨悚然 但总有不要命的人感动他的逆铃 这天小爱一回到家 发现家中一片狼藉 老公也不知所踪 刚好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原来丈夫被绑架了 对方威胁小爱 要想就回老公 他必须去中情局的秘密监狱中 找到一个犯人 他也有9分钟 要求我什么想 如果你想见你男人生 小爱本人就是中情局的特工 这不是让他背叛组织吗 你再触我 我再露上大肠 与其中情局的影响 同时任何任何人影响 不看你的公司 法律 尽管 可呼 动辑 我会晋开 到最终的呼缩 电话 首饰 As soon as I have it...I'll text you the address 此外神秘人为了显摆他们的能力 还特意送了小艾一枚地雷 Bouncing Betty You asshole 有道塔 你可算是踢到钢板了 为了救出老公 小艾之身闯入组织监狱 Security Protocol No outside weapons on sight I believe detainee CPD0912749 He's way above your pay grade Tried to bargain with intel He says he received from your detainee I need to know what his connection is What does detainee do exactly He got his hands on the top See it's deadly What's he doing here I'll be in the other room Monitoring Mr.Stoika Look around I'm the friendliest face in here 顺利地见到了目标人物 谁知男人根本不配合 对方一见到他就是一顿阻安愣吼 小艾抓住男人的头发 凶狠地朝桌上猛磕 紧接着又用铁板凳压住他的喉咙 男人痛苦地张大嘴巴 不料 假牙中空空如也 根本没有所谓的文件 这时 监狱里的看守人员冲了进来 被小艾一把撂倒 You just killed your career You're great 随后同事发现假牙空了 还以为是小艾偷走了文件 一时间 小艾成了众矢之地 他利落地放倒了两个大汉 又挟持了一个人质来到门口 然后他将电线缠在门把手上 同事一开门 就被电火花拦住了去路 小艾又用大箱子堵住了第二扇门 被堵在门后的同事气得直骂一样 当即给小艾下了通缉令 而小艾的救夫之路才刚刚开始 而且他的丈夫也没有表面上看着那么简单 昔日的优秀员工一招沦为通缉犯 这是因为高层误以为 他偷走了精力文件 黑雀 那可是组织中最重要的文件 一听这材料这么重要 小艾的老领导默默地为他捏了把汗 你只是太近了 你只是太近了 她去看 她和她的男人 她不知道谁她是 她是唯一家人她的 帮她进来 她必须要相信 她必须有个人 sir his cell has been off the grid for hours and he has an ATM withdrawal in Vienna honey this isn't the right time it's me maybe I can figure out who has David but it's beyond my clearance I am not a traitor love you too everything okay yeah it's the wife good under the weather I'm sure Jarvis will sort it ou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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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n't said he's ever considered the husband was taken and the file as a ransom 另一边小爱本想回自己的安全屋中避避风头不料一到门口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他强装镇定地走到屋内抽出藏在桌下的枪挡住男人的偷袭 小爱将男人摔在沙发上抓起枕头按住他的脸果断地开了一枪 接着小爱又收到了神秘BOSS发来的视频看着老公电体鳞伤的模样 小爱心急如焚然而对方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但对方无情地挂断了电话 随后小爱的师傅约他见面 像他说了飞雪文件有多重要 可是文件真不在他手里 小爱百口莫辩 这时中情局的人围了上来 他们要抓小爱回去好好审问 你刚刚才被决定了 今天我们要杀了你 给我决定了 我从来没有决定了 我从来没有决定了 让你去决定了 你已经完成了决定了吗 谁你工作了吗 谁是购买的 我会给你决定了 我会给你决定了 你决定了 不料路上遇到一伙神秘人 把中情局的车炸得稀里哗啦 双方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速度与激情后 小爱从被撞翻的车中爬了出来 她帅气的掏枪干掉了几个敌人后 跑到巷子中躲了起来 这时 一个蒙面人追到巷子里 她立马起身和她大战三百分 小爱夺过蒙面人的匕首一动两次 终于令对方熄火 事不宜迟 小爱必须立刻找到黑鹊去救老公 于是她求助自己的黑客闺蜜 破解中情局的服务器 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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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上银子 耳朵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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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闺蜜的帮助下 小艾抓着无人机职灯中情局大楼 你住在那里吗 救了个玩具 来找我 他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机房 成功拷走黑雀 这时警报拉响 安保人员纹身而动 小艾一人双枪 穿梭在迷雾之间 他帅气地打碎大楼玻璃 纵身一跃 握住接应他的无人机 安保人员在大楼上疯狂扫射 无人机摇摇欲坠 小艾身陷险境 因为黑雀的丢失 差点爆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俄罗斯更是扬言 不会放过美国 这剧情如果发生在现实中 会是怎样的结果 神秘人提出 要想让自己的国家不陷入混乱 就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 百分之一作为赎金 神秘人为了证明 自己并不是在虚张声势 特意拿新加坡演示了一番 只见他按了一下回车键 新加坡瞬间陷入一片黑暗 展示了黑雀的威力后 神秘人给各国援手下了最后通牒 谁能想到 这个被用来勒索 整个世界的病毒 竟然是中情局的女特工泄露的 特工小艾为了救丈夫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把文件黑雀偷了出来 不料等他解密后才知道 这个东西有多恐怖 小艾心里慌得一批 要是黑雀 落到恐怖分子的手里 将分分钟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 他现在后悔也晚了 别闹了 别闹了 神秘组织在他拿到黑雀后 向他设了一记麻醉针 黑雀就这样 成为了神秘组织勒索世界的筹码 世界各国瞬间乱成了一锅中 为了防止国家陷入瘫痪 众国纷纷向恶势力妥协打款 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国家 还是很有钱吗 另一边 小爱的师父通过私下调查 发现了神秘组织的老巢 他迫不及待地瞒着组织 一个人去救宝贝徒弟 对方一见老爷子是自己的 直接一枪把他送走 随后暴徒又到密室折磨小爱 他不仅虐小爱的身 还要虐小爱的心 小爱不理解 就算他看不上美国 也用不着拉着全世界陪葬吧 然而 这在暴徒的眼中 这不过是必要的牺牲 趁着暴徒去搜刮世界金库的时候 小爱抓紧时间撂倒反派手下逃之夭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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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匠疑吓死啊 最近我一直伤觉者 结果她一出来 就看到了师父的尸体 小爱18岁就跟着她训练 此情此景令她无比难过 不过她没有时间悲伤 因为她还要去拯救世界 小爱能否成功阻止恐怖分子毁灭世界 这次世界级的数据占大危机 又该如何化解呢 我们要把她放在背面 什么需要这么长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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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刚刚上映的间谍动作电影 黑雀特工 由女神凯特被金塞尔强势出击 融合格斗营救悬疑黑科技等多种元素 拳拳到肉 确实能打 强烈建议小伙伴们去影院看看原片 一起感受温柔人妻 暴带夺命特工的反转魅力 您在看电子 您是一位奸弱人的世界 是出 reversibl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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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on't move! Don't move! I love you. You know what this is? Every oath of allegiance you broke. A bad luck charm for anyone that crosses your path. Do close the door on your way out. Mr. President. Yes, sir. I'd like to offer you a job. You've proven your skills to be exemplary and... We could use you. The world needs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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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芜的原野上 一个男人惊恐地从车上醒来 男人名叫塔玛德 是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两年半的打工人 他慌张地观察四周 确定周围没有危险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玛德回头看去 却发现副驾上全是血 原本坐在车上的女友小美也不见踪迹 玛德慌张地打开车门到处寻找 却发现车旁没有女友的身影 原来就在昨晚 城市中爆发了一种可怕的孢子病毒 一旦被这种孢子寄生 人类的身体上就会长出植物 仅是两个半小时 城市就沦陷了 灾难爆发的时候 玛德第一时间就带着小美离开了城市 然而在逃亡的路上 两人却意外发生了车祸 等玛德再睁眼 已经是第二天 就在这时 玛德在不远处看到了一个小镇 她以为小美去了小镇 匆忙赶了过去 可来到小镇 玛德却发现这里也早已经沦陷 街头一片狼藉 连个活人也看不到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就在这时 玛德在不远处看到了一辆卡车 男人看见玛德便匆忙抬起家伙 可谁知 就这样 司机和男人一起去世 不等玛德反应过来 一个女人就出现在了身后 女人自称金姐 看玛德没有武器 金姐也没有为难她 只是要求她帮忙处理尸体 然而玛德却患有孕血症 等玛德再睁眼 她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老旧的墓床上 她来到客厅 发现金姐正在做饭 看到玛德醒来 金姐还热情地询问她有没有什么忌口的 玛德立刻询问金姐 有没有在小镇上遇到过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女孩 然而金姐却说自己不知道 她并不常去小镇 只是偶尔去补充物资 遇到玛德也是意外 至于她所说的女孩 她也没有见过 听到金姐的话 玛德有些失落 她来到屋外 发现自己已经被带到了郊外 这里距离小镇很远 就在这时 玛德在不远处看到了一个 被蜘蛛网包裹起来的感染者 此时金姐过来让她不要担心 原来那个被蛛网包裹的感染者是金姐的邻居 她被感染的时候就被绳子拴住 无法移动 考虑到和邻居的交情 金姐下不去手 马德想让金姐送自己去小镇 她想去寻找女友 可金姐却遗憾地告诉她 车子的油已经不够抵达小镇了 马德不愿放弃 她想起了自己的车子 她说自己的车里还有油 车子抛锚的地方距离小镇不远 只要金姐送自己去小镇 邮箱里的油可以全部给她 然而马德的话还没说完 金姐却突然拿出了一把手枪 原来这把枪被她做了手脚 如果马德刚才开枪 手枪就会炸糖 看马德这么担心女友 金姐同意送她去小镇 但现在天色已晚 只能明天一早再去 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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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怎么 Student 听说 听说 Maia, 我要不要 你玩 cards? 吃完晚饭 金姐就返回了自己的房间 看着窗外的卡车 马德还是放心不下小美 趁着金姐睡着 马德悄悄开走了卡车 然而他并没有前往小镇 而是去了不远处的山头 原来马德和小美逃亡的时候 就曾约定 如果他们走散了 就去山里的安全屋会合 那里是马德的老宅 马德来到老宅的时候 已经是后半夜 老宅里并没有人生活的迹象 木门也被木板封死 为了等待小美 马德决定先在这里住下来 然而当他撬开木板来到屋里 却发现屋里有一个女人 正拿枪指着自己 原来女人带着儿子逃亡到这里 建老宅没人 他们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马德解释说自己没有恶意 只是想来寻找女友 然而在末日中 这样的解释怎么可能让人相信 就在双方对峙的时候 屋外突然传来声响 不等马德反应过来 一个头上长着一撮草的感染者 就冲了进来 女人慌张地想要堵住门 可一个人根本顶不住 马德捡起地上的锤子 就冲了过去 但感染者并没有死去 在发现无法进入后 感染者才不甘心地离开了 马德回头看去 发现附近的草丛里 还有一个感染者 看样子今天是走不了了 因为刚才的帮助 女人对马德的态度大为改观 她自称丽莎 这里是他们两周前发现的 建山里安全 她就带着儿子住了下来 马德也没有介意 她可以把老宅让给两人 但前提是 她需要在这里等待女友 就这样 两人达成协议 半天的奔波 让马德疲惫不堪 她躺在沙发上 就沉沉睡去 睡梦中 马德梦到了 和小美过去的点点滴滴 然而就在她回忆过去的时候 她的胳膊却突然 渗出了红色的液体 恐怖的一幕吓到了马德 她惊慌地从梦中惊醒 然而等马德睁眼 却发现屋里一片狼藉 地上全是鲜血 恍惚中 马德的脑海中 闪现出了昨晚的一幕 原来她睡着后不久 感染者再次发起了进攻 她被打晕 丽莎也被怪物杀死 就在马德不知所措的时候 她看到丽莎的身体上 竟然冒出一个小树苗 这是要变异的征兆 马德匆忙离开小屋 可刚来到屋外 她就看到丽莎的儿子 小黑也躺在屋外 就在她愣神的时候 变异的丽莎出现在她背后 马德回头看去 发现开枪的竟然是金姐 原来金姐在这片区域搜集物资 恰好遇到了马德 就在这时 马德在小屋看到了一个鸟巢 鸟巢上有女友留下来的记号 马德打开鸟巢 在里面发现了一个手机 手机里存着女友录好的视频 然而马德刚打开视频 手机却因为没电关机了 郁闷的马德吼叫起来 金姐让她安静一点 这里到处都是感染者 她家里就有充电器 如果马德想充电 她可以帮忙 为了给手机充电 马德只好和金姐一起返回了小木屋 《政筹》 How far is your house? Far enough My feet are killing me I don't know, you just seem... 我不停止你 等我找到你 你的故事是什么 你真的在意吗 还是你只是在做小话 我不知道 我生活在单独 我疲惫 我似乎我死 在折返的路上 马德的脑海中断断续续闪现出了很多 和女友逃亡时的过去 你好吗 当时他们在加油站搜集物资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刺激 一分钟我们都瘋了 结果却被感染者攻击 好在马德反应快 干掉了感染者 我应该去旅行 我应该去旅行 你肯定你没事吗 我只饿了 谢谢 经过小半天的颠簸 他们很快回到了金姐家 然而金姐刚准备开门 却发现木门有被撬过的痕迹 看到被发现 躲在角落中的男人只能主动现身 男人自称约翰 是路过的幸存者 他正在寻找自己的妻子 因为长途跋涉 物资耗尽 他只是想弄点吃的 见约翰这么老实 金姐也没有为难对方 他同意给约翰一些食物 但前提是他需要帮忙干活 然而金姐没有注意到 车后还有一把手枪 我去拿个离子 我回到一会儿 我回到一会儿 你有任何我可以洗的 我说 我说你不是不够的 做什么我说 让我们吃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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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晚饭 马德就准备去看手机 有没有充满电 谁知走到半路 他却突然晕倒在地 金姐刚想上前查看 约翰却从兜里掏出了家伙 可不等他说话 也突然感觉头晕目眩 你认为我愚蠢 我认为你睡 原来金姐早就发现 约翰想要图谋不轨 他偷偷在饭菜里下了迷药 反应过来的约翰还想动手 结果却被金姐直接敲晕 不知道过了多久 马德才从昏迷中醒来 然而他刚准备起身 却看到两个男人出现在了客厅 其中一个男人发现了他 听到动静的金姐也来到了楼下 可他刚下楼也被另一个男人挟持 两个男人唤醒了被迷晕的约翰 约翰让马德不要担心 他真的没有恶意 原来约翰的妻子半月前在这片区域失踪了 大家在这里寻找了很久 始终没有发现妻子的踪迹 而这附近只有金姐一个幸存者 约翰怀疑 妻子是被金姐杀害了 于是他就假装求助来到了这里 在金姐的房间 约翰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皮包 他打开皮包 结果却发现里面全是身份证和首饰 其中就有约翰妻子的项链 就在这时 马德发现女友的项链 竟然也在皮包里 看着两人的合照 马德的脑海中冒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昨天金姐给她吃的肉是新鲜的 可周围根本就没有动物 难道那些路过的幸存者 都被金姐吃了吗 面对质疑 金姐却说自己没有吃掉他们 吃掉他们的其实是马德 而与此同时 一个幸存者在搜索的时候 来到了仓库 仓库的大门被铁链紧锁 他以为里面有物资 便开心地撬开了木门 随后他就年轻了几岁 他想要返回木屋 小屋里 约翰还想逼问金姐关于妻子的下落 可金姐却什么也不说 约翰直接扣下了扳机 谁指手枪却炸了 而闻到血腥味的马德 竟然发生了变异 等马德再睁眼 他发现整个小屋一片狼藉 所有入侵者都被咬死 别忘了 我还记得你 你忘记了 我忘记了 我忘记了 你忘记了 我忘记了 下跌 嘿嘿 很近 但你弄了心 你失去红色筷子 多少次 而她也想起了一切 原来当初马德和女友在加油站搜集物资时 不顺被感染者咬伤 Ethan 按照惯例 马德也会变成感染者 可不知道什么原因 她介于感染和正常之间 每次变异 她需要吃大量的活人 吃饱喝足后 马德又会失去记忆变成普通人 而她的记忆每次都停留在离开加油站的时候 为了守护马德 金姐开启了换养模式 她利用圈套 不断在废墟中抓捕幸存者 然后将他们圈养起来让马德吃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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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现在根本就不是灾难刚刚爆发的时候 而是末日的几十年后 这些年金姐一直陪伴在马德身边 她每次失忆 金姐就会将她送到那辆破车上 然后又陪着她找回记忆 再然后看着马德自己立分 再复活 最后再到失忆 随着时间的流逝 金姐也变得人老猪黄 而马德却因为被感染 不会变老也不会死 听到自己的过去 马德无法接受 他夺过金姐的枪 决定自己立分 然而被爆头的马德竟然又活了过来 从金姐口中她才得知 这已经是她第78次这样了 子弹根本杀不死感染者 就在这时 马德的感染基因再次觉醒 她抱住金姐就是一嘴 金姐并没有阻拦 她已经受够了这些年来的生活 如今恰好解脱 故事的最后 完全变成感染者的马德 牵着被感染的金姐走入了森林 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但电影到这里却结束了 总体来看 电影的质量有些小抠角 不过结尾还是挺让人惋惜的